后车停悬挂的电风扇突然起火燃烧 下一秒被烧到掉落在地 冒起浓烈的黑烟 上班尖峰时段不少等车的民众 抬头一看都吓了一大跳 8号上午7点多 基隆市仁爱路二姓公车循环站 后车停的电风扇突然起火 因为一旁就是东岸商场 搭车的民众也很多 当下都被吓到不知所措 幸好当时靠站的公车司机看到后 立刻拿出车上的灭火器将火势扑灭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就是要保养一下 我觉得可能一定要的吧 这么多人来来往往公共安全 燃烧掉落的电风扇被烧到 几乎看不出原貌 悬挂风扇的钢梁和电线 也被烧得焦黑 现场赶紧拉起封锁线 调查起火原因 由于这座后车型是属于早期 大都会那时候捐赠的 相关的设备可能我们还要再请 大都会的人员来这边再厘清 那现在火场监视人员也到了 所以我们就尊重我们 火场监视人员的专业监视 幸好火势没有延烧到其他电风扇 没有造成更严重的灾情 不过清明廉假后第一天上班 一大早就遇到这么惊悚的意外 恐怕让民众心有余悉 TVBS新闻刘欣奎 陈佳彤 基隆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